是...什麼東西啊? 阿伯,你好!我這裡派出所 今天是要辦什麼業務? 你今天要辦什麼業務? 那是辦那個買...買產品的業務啊 阿伯,我們關心一下 是...買什麼東西? 你知道買產品嗎? 網路的產品啊 網路產品? 哪種產品啊? 拿什麼東西? 不是,網路產品 那那個價錢大概多少? 你要買多少錢? 價錢是從... 一千...一千... 一千塊... 一千塊... 一千塊...美金開始這樣 我這個朋友... 這個朋友是誰? 什麼認識的? 就是朋友... 朋友的朋友? 阿有看過本人嗎? 有看過本人嗎? 你有看過本人 大哥 所以這不是會要他的戶頭喔? 所以等於說這個帳戶不是他的耶 對啊 對啊 他有可能是... 比較敏感 我們查一下 他是處理一個... 債務的... 債務的... 債務? 債務? 對 等於說你今天是可以... 投資一千... 那你這樣買一千美金可以獲利多少? 可是不一定啊 不一定? 有拿到過嗎? 就是你之前有投過... 他應該是剛... 剛投... 剛認識才剛要接觸這部分的吧 喔... 我們先查... 好不好 我們查一下戶頭 是不是有問題 我很擔心... 你這個金額也不小啦 我想過為什麼 為什麼... 人家的卡債最後會獲利到你這邊 那你這樣是不是... 不小心提供什麼帳號還是什麼的 為什麼你的朋友要拿別人的戶頭來用 對啊 這個人...你有知道這個人嗎? 不知道 被通報過耶 因為他有被通報過 通報過 通報過說有涉嫌詐欺啊 他要是領走你錢就拿不回來囉 這... 本所接破銀行通報 有民眾一事遭詐騙 今本所同仁前往了解 發現應該是假投資真詐欺的犯罪手法 經同仁舉出相關案例 及苦口佛心的勸說之下 該名被害人 稅停止匯款 在此呼籲 大家... 誤親信... 假的訊息 如有疑問 隨時撥打165或110發案團線 完成 接著 接著 通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